王爵昨天提出了一个 就是他说 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子 丽莎会很惨 我觉得是不是有一点道德绑架 你很不舒服是吧 你把我当成一个比如说临终的病人 我只想舒舒服服 过完我生下的日子 你支持 把他做主自己身体的权利还给他自己 那我就接受那个结果了 队伍首先是在接受这个结果 那算不算是道德绑架呢 这不是这个不算道德绑架 算吗 算是道德绑架 只是站在Lisa的角度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站在双方的角度 都有道理 都可以理解 可是 他怎么就解决不了呢 就这种感觉对吧 就是Lisa姐除了打麻将的爱好 还有其他的爱好吗 没有 那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给他注意力 有一些转移 找一点共同的爱好 其他的一些爱好 转移不到 你跟你老婆有什么 共同的爱好 共同的爱好啊 吵架 可以算一个 多不值得爱好 乔可更开心 我觉得我们俩挺爱吵架的 我是站在一个保护你的角度 你保护我什么呢 我当时不相信他的真诚吗 也许你误会了他们呢 有可能就是一开始是你走偏了 你为什么可以剥夺所有人说话的权利呢 太爱神奇了 你有一个魔鬼旁边 你应该再有一个 声难了再来 哎 指醒你 控制 控制